二荣 来 你最近啊身体不好 多喝些骨的汤补一补 好 牡丹姐 长荣哥 我来了 雅清来了 雅清 快坐 坐 雅清 这次为了救长荣的事 让佟家损失这么多 我听说你和佟少爷还吵架了 牡丹姐 这事不提了 长荣哥 你伤怎么样了 去医院了吗 都是些皮外伤 你长荣哥 从小就皮糙若厚 总爱他 放心吧 在这种地方 人都不当人看的 想个办法 离开这儿吧 不行啊 我跟花姨签了三年的契约 再说 我在这儿能看着牡丹 我也放心了 可是我真的不放心你们两个 雅清 听长荣哥一句话 不要再为我们俩操心了 人呐 哥哥的命 能活一天就高兴一天 再说了 你以为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 汪长荣 干嘛呢 还不赶紧干活 花姨 来了啊 牡丹 雅清 你们俩歇着啊 怎么回事 快快快快 好 好 童少奶奶来了 快 坐坐坐坐 你能来 那可是我们最先楼的西客呀 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以后再来的时候 一定要先叫下人通知我 我好给你背上一桌啊 花姨客气了 不 不是客气 我是认真说的 虽然哪 你在我们最先楼没待过几天 但是就是待一天 我们这儿也是你的娘家 是不是 对呀 我说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今天董大爷还要翻你的牌呢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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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姨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而且雅清妹妹来看我了 我想请一天假 请假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我们最先楼才有几个姑娘啊 都像你一样 这个请假 那个请假 我们吃屁喝风啊 赶紧 打扮打扮 上班了 雅清 咱们走 走 到就家里了 到过了 我过去吧 这儿就走 不是吧 这儿呢 你才不想打扮 我都想打扮 和这样的钱 传闻 我这儿呢 不就能分别吗 它就能判识 你自己钱 封闻 阿姨啊 我知道你心肠好 可是这个人啊 是各有各的命 所以我劝你 你想好了 花姨 多少钱 您说吧 算了 咱们也相交一场 况且呢 那我也非常地欣赏你 这样吧 两个人一口价 五百大洋 怎么样 多谢花姨 让奶奶 小婉 怎么几天不见你变得这么憔悴啊 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没事 我没事 杨总管呢 还没回来呢 这么晚了他还没回来 杨总管最近晚上都不回来住 他晚上不回来住 我 爹 哥 都没回来 我 哪个人 新闻 传播 看他 这位小姐 能请您跳支舞吗 把我当成童少尾也行 我当成童少尾也行 你知道吗 你身上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 什么味道 应该说是一种很温暖的 阳光跟青草的味道 我怎么不知道 每当我孤单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要想到这种味道 我才能睡着 跟我说说童府的事吧 陆亚青和童少尾分居 他们睡得着吗 长夜漫漫 孤枕难眠 谁能睡得着啊 我还能睡得着 还有这种味道 你怎么睡觉 我还睡觉 你还睡觉 我还睡觉 你还睡觉 我还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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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睡觉 别着急 少尉 谁呀 我有事找你商量 我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这么晚回来 你去哪儿了 那你又去哪儿了 我 我什么我 身为佟家的大少奶奶 去醉仙楼这种地方 你不觉得你给佟家丢人吗 我只是去看看他们 我没想那么多 对不起 没想那么多 好 我告诉你我去哪儿了 我去和谭小姐看话剧了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去哪儿了 童少伟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了 我感觉自己快要爱上他了 他太帅了 你天天跟我们说帅帅帅的 有什么用啊 你喜欢就去追啊 你说又没有用 他又听不到 就是喜欢就去追啊 他是三班的吧 我一会儿帮你约他 要不要 不要啊 为什么呀 不可能啊 那么多女生想着他呢 怎么可能轮到我呀 我就是随便说说 这年头啊 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就是 何况有一句话你听过没有 男追女隔座山 女追男隔层沙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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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你看 天子良机呀 快去呀 我不敢 快去 快去呀 同学 你好啊 我叫思敏 明天放学 能跟你一起做功课吗 明天啊 可以啊 我看谁又怕牛有心 明天要学去图书馆 说完了 那我们明天见 再见 成功了 来来来 怎么样 太好了 他怎么说的 成功了 他答应我了 真的 天哪 我没想到这么幸福的事 居然会落在我的手上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女追男隔层沙 只要你主动 任何男的 都会愿意跟你约会他 是 不信啊 不信 你追我试试 我 你真讨厌 女追男隔层沙 这个挺好看啊 这个也不错 这件呢 穿在身上特别的合体 还有其他的样子吗 这边还有 您来看一下 好 这个颜色比较淡 少爷 应该很适合您 你 少爷 刚刚少奶奶来绣装了 怎么了 她 她织了五百大洋 五百大洋 你就这么给她了 这少奶奶要得急 我也不好多问什么 再说咱们绣装 她刚好就有这么多钱 所以我就 你好大胆子 谁给你这样的权利 少爷 不 少爷 她是少奶奶啊 再说了 你看咱们绣装上 现在她有一点生意呢 她全靠少奶奶那点手艺了 所以呢 所以啊 我老爷啊 就擅自做主 得罪了 少爷 算了 您说的也有道理 等等 她拿这个钱干吗去了 好像去赎人了 少爷 这少奶奶她走了一会儿了 我估摸着 您要这会儿去的话 恐怕来不及了 行了 你去忙你的吧 谢谢少爷 我估计 童先生 我想约你一起喝咖啡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没有时间没有空 有什么事你就在这儿说 那我就直说了 我喜欢你 你别胡说八道 我是有歧视的人啊 她 我们开玩笑呢 我知道你有歧视 可是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现在在向你表白 你愿意接受吗 你都不能别再说了 这事传出去就是个笑话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不是说 你不是玉府的老古董吗 大家对我什么看法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你对我的感觉 你喜欢我吗 不管是什么年代 谭小姐 这名声对女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你刚才的话我当你没说过 我又没要你为我的名声着想 我的名声好不好自己心里最清楚 现在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喜不喜欢我 我懒得跟你说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因为家里有老婆的原因 这有什么啊 结了婚还可以离婚啊 两个人要是在一起没有感情的话 那是最痛苦的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就这样 你跟我来 跟我来 我们去哪儿啊 我家 你家 好啊 看不出来嘛 表面上挺正经 骨子里还挺心潮 你别想歪了 本来就是嘛 人家外国人第一次见面 也没有把女朋友带回家的 什么女朋友啊 我都和你回家了 不是女朋友是什么 怎么不说话 不想说 我呀太了解你们男人了 你们不是不想说 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共同语言罢了 你放心 我们的共同语言有很多 你心里是不是在想 这个阴魂不散的混世女魔头 到底是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 没错 我正想问呢 你再猜 无聊 来 等一下 这是什么呀 见面里呀 你慢点 给 谢谢 你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谭小姐 谭田 我们见过 你好 佟夫人 她来我们家做客 谭小姐里边请 少爷 少爷 你回来了 这位不是 那个 谭小姐 谭小姐 你好 我是同上爷的贴身侍卫 贴身侍卫 你很会打架 那当然了 除了会打架 这贴身侍卫还得嘴亲退勤 这家伙挺有意思的 那个 我们里边坐吧 天哪 真气派 对 这要是再有个喷泉就好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你们这儿应该有个雕塑 少奶奶 这什么情况 这创意怎么样 太好了 太好了 别问那么多 当好你的提身侍卫就好了 明白 来 坐 少爷 我自己来 忙你的去 好 过来 好 谭小姐 你今天怎么没有穿旗袍啊 我刚从学校出来 怎么穿啊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怎么可惜了 你上次穿的那件旗袍 真的特别好看 我还想再看你穿一次 真的啊 真的 你穿上那个旗袍啊 把你那个身材 体现得是淋漓尽致的 那是 那可是我自己设计的 你自己设计的 怪不得呢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旗袍 你是怎么设计的 嗯 我一直认为 中式旗袍过于滑美精致了 但是呢 她着重比墨于她的做工上面 对于女性本身的美 反而不够突出 你有没有发现 东方女性最美的部位 其实是她的脖子和腰身 对对对 你的脖子和你的腰身啊 真是太美了 嘴真甜 我跟你说啊 这旗袍啊 只有你穿 才能衬得出她的美 本来嘛 最好的衣服 就是为了衬托人 才得以存在的 如果只是注重她的面料 和她的绣工 那人和衣服架子 有什么区别啊 对不对 对 你说得有道理 那个 太小姐 这个天有点热 太阳晒得好 要不咱们进屋聊 听你的 听你的 我帮你拿东西 这边这边 走走走 小心小心